老闆 還沒睡? 我來看看你有沒有吃燒鹽藥 有, 你問了很多次 而且我拿了一些平安藥給你 你看看你適不適用 順便拖一下門口也好 謝謝, 那你呢? 我沒事, 我遇到一點 小澤, 我想要跟你說一聲對不起 今天的事一定會嚇壞你 說真的, 我以為看電影才會有 想不到我自己也會親身遇到 幸好你沒事 否則我也不知道怎麼跟你家人交代 那你也不想的 其實你這麼好 為什麼會有些壞人要追殺你? 你不要誤會 我和那些黑社會沒有什麼關係 我想我都要跟你說清楚我的過去 不然你以為我是那些什麼人 不過今天大家都累了 明天呢?明天我帶你去一個地方 告訴你 我是ogg guard 阿一個人, ick植教你 各位, 你好嗎? 好!! 好 Budd 那個路 我小時候跟父母 從香港來到泰國生活 爸爸就是靠這間咖啡店養大我 供我去新加坡讀書 我記得你說過你是讀土木工程的 是 是, 我家沒錢, 爸爸工作得很辛苦 畢業之後, 在新加坡做了一段時間 再回來這裡生活 媽媽已經去世了 本來打算帶爸爸回香港發展 誰知道 龍坤去到我的家破人亡 最好, 之後我一個回去香港發展 那世伯呢? 哥哥, 親愛的經常 我們要回香港 不會讓我再回來 老婆, 到這裡要錢 尤其他人還給我 想說, 後來就要便去 我已經辛苦, 至於打勞回爸爸的遺體 阿力, 當你看到這封信的時候 爸爸已經去了另一個世界 我其實一直都很想 像你這樣說, 順復自己 我不需要把阿斌死的責任攬上身 但我無法過自己過關 或者唯一可以讓我自己解脫的 就是一命還一命 我會在世上多一天 良心就受譴責多一天 你已經長大了 以後的路可以自己走 不需要爸爸 就當我們今生父子原盡於此 再見了, 阿力, 你好好做人 我記得爸爸跟我說過 他小時候住的地方附近有一條河 他很喜歡放樹葉在水上 他看著樹葉像船般飄走 我想他就在這裡跟我說最後幾句說話 不是萬念俱灰 小伯也不會走到這一步 他當然是被龍坤害 龍坤設了個局 害得我爸爸和他的兄弟的錢都沒了 亦累到他的兄弟連命都沒了 爸爸又是這樣 忍不住自己良心責備 才投降自殺 我沒想過爸爸當日會自殺 我已經拼命去找龍坤 我一定要搶回那些錢還給賓嫂 亦都是因爲如此 我和龍坤投錢, 令他重傷入圓 所以他要找我報仇 難怪龍坤那天這麼想殺死你 媽媽 我以為可以還錢給賓嫂 爸爸就會釋懷 但沒想到最後 爸爸還是抽不到薪 如果我當日找到爸爸 我就可以阻止他自殺 如果我當日找到爸爸 我就可以阻止他自殺 其實他真的不需要死 他亦不需要自殺 一切都是龍坤害他的 他一生牢牢 沒有做過任何傷殿害你的事 其實死去的不是他, 是龍坤 老闆, 你別這麼難過 老闆, 我不懂什麼人生道理 但我相信你爸爸在天之靈 最想見到的 就是你放下一切 我會感受到你 老闆, 你別這麼難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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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輻的 老闆 老闆, 你別這麼難過 老闆 老闆, 你別這麼難過 終於有舊整間住了自己很久 現在有一個我信得過的人 說了給他一次, 我舒服了很多 謝謝你 我謝謝你這麼相信我就真的 現在爸爸停下來給我的 就只要你這麼討厭 你一個對人這麼好的爸爸 你應該很自我 不是每個人的爸爸都可以這樣 謝謝 爸爸, 你安息 我不會辜負你對我的期望 你一定會有一個 令你驕傲的兒子 我不會辜負你